今天的信息是神的聖結和罪的破壞性 神的聖結的美麗和罪的破壞性 在這裏有一幅圖畫 這幅圖畫有魔鬼控制這個人 有些人說是否真的被魔鬼控制? 是真的 有些人真的整個生命都可以被魔鬼控制 那基督徒有沒有被魔鬼控制? 某程度都有 好像彼得耶穌跟他說 撒旦退我後邊去 彼得的情況是可以說是一個短暫的情況 因為他之前都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耶穌就跟我說這句話不是人教你的 是神教育教你的 他一下子轉過來就可以被魔鬼控制 但有些人的確被怒氣、煩惱、憎恨、不開心 他有信耶穌,他有求耶穌赏面 不過他沒有想到他的生命的一部份 可以被某些罪控制的時候 其實是被魔鬼留地步 是可以很嚴重的 事實上有很多基督徒 我們跟他做釋放的時候 都發現他生命裏面有很多地方被魔鬼控制 他又覺得不要緊 我信耶穌嘛 信耶穌就沒問題了 我們要記醒一個 是跟從耶穌沒問題 信耶穌呢 他開始不只是信耶穌 只是信耶穌 而他的生命 跟從魔鬼的時候 他的生命有問題 所以我們要知道 神的聖氣很秘勵 但是同時 罪真的很大破壞性 這裡他寫了一個經文 我們將他寫了中文出來一起讀 針言五章二十二節 惡人必被自己的罪業捉住 他必被自己的罪惡 如承索纏擾 就是惡人會被他自己的罪捉實 被他自己的罪好像承索那樣纏擾 就是罪是好像承索那樣綁實人的 是會一步一步將整個生命破壞的 譬如我們見到有些人煩惱 他會變成 開始煩惱 後來變成有情緒問題 後來有情緒病 後來有精神病 後來他整個生命可以破壞 整個同仁關係 做功 什麼都破壞了 有些人被情緒影響 開始可能就看一些色情的 其實色情的影片 照片 還有色情的漫畫 這些其實是影響很多人 控制很多人的 當他看的時候 他覺得沒事而已 我又求耶穌赦免 但是這些思想就入了他裡面 就一直控制他 以至他會 大家都可能聽過有些基督徒 走去拍那些裙底的相片 總之有些犯奸淫 被人捉了 他會在他生命裡面 就會被破壞 無論我們是什麼的罪 我們都自己留意神 有什麼地方是影響著我的 求主耶穌潔淨我們 首先我們 活在神的愛中 都欣賞神的聖結 我們很多時候講神的愛 我們都講神的聖結 即是說 神的愛 是否大家都會喜歡 神愛世人 神關心我們 在我們前後環繞我們 關心我們 祂因為我們歡欣 喜樂而愛 請我們喜樂而歡呼 我們就會很開心 但是想到神的聖結 很多人就未必那麼喜歡 覺得 哇 聖結很嚴厲 很難達到 好了 為什麼有些人 對於神的聖結 和戒命 有種懼怕呢 因為太嚴格 太要求太高 我怎麼達到 達不到 其實達不到 你求主赦免 又求主幫助就可以了 你求主赦免 求主幫助 神就歡喜 當你有達不到 你又悔改 你又求主幫你 這個就是 基督徒成長的路 到一個時候 你就開始說 我不想再被罪控制 因為罪控制 的而且是很辛苦的 還有很多人 就覺得自己不冷達標 去不到 達不到 永遠都達不到 你已經都不合格 那不應該合格 就是永遠都不行 那我想說 當你不合格的時候 你求主赦免 而罪真的可以勝過 我們不是說 我們會一百分之一百沒有罪 而是說 當有罪的意念 立刻處理 有些生氣人 即是說 我生氣人 就破壞自己的生命 就像這樣 如果大家知道一種食物 最近都有說 什麼鹹蛋 鹹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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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豬肉 超標 這個蠟 超標 其實這些 你知道的時候 或者有些更加嚴重的食物 是很嚴重的 大家知道都會避免這些食物 那 我們知道 原來這些罪 這些不好的東西 會破壞我的生命 就像 如果有一件事 譬如有人告訴我 你吃了這件事 你擔保一定有癌症 那你會吃 如果有食物 擔保有癌症 我相信人們會不吃 但是很多時候 人們覺得犯了罪 求主赦免就可以了 那我就 彈不到標 但其實我們說 我們的生命很寶貴 我們犯罪一定會破壞 所以我們就 一有罪的意念 立即處理 就是之前 深信它是不好的 深恨它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有力量 如果我們覺得 不要緊要的 就會被它破壞 那也有些人 就怕神的聖經 就怕被拒絕 和懲罰 怕神就說 神啊 我不要你了 我不跟你了 我走不了這條路 這條路 這也是另一種 就是 不好的反應 或者另一種 就是內疚 哎呀 我真的經常都 很多罪 哎呀 我很多不好的東西 或者對神有懼怕感 這些都是可以 人對於神的聖結 那種負面的看法 但是神的聖結 其實是很漂亮的 祂是愛人 和不拒絕人的 《勞加福音》 22章32節 耶穌說給彼得聽 撒旦要犀你 好像犀脈子那樣 祂要攻擊你 並且後來祂說到 祂要三次否認主 但是耶穌跟祂說什麼 什麼話呢 一起讀一下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失掉信心 你回頭以後 要堅固你的弟兄 耶穌用很正面的方法 就是耶穌呢 就不是說 有沒有搞錯 你跟我三年 你應該真的 你快點快點反省 你這樣不行的 我將來怎樣 還將那個教會交託給你 就是耶穌可以這樣說 但耶穌沒有這樣說 耶穌說 我已經為你祈求 我知道你犯罪 我不是第一是定你的死罪 我不是第一是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失掉信心 讓你不要失去信心 你都知道 人可以失去信心 人可以軟弱 你回頭 你就堅固你的弟兄 其實有很多人都在罪中 其實人人 我們每一個 這裡沒有一個例外 是從來沒有被罪控制 我們個個都曾經被罪控制 但是神救了我們出來 我們救了出來 我們就不要再在罪中了 跟著耶路撒冷 《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四節 我們看看 耶路撒冷在這裡拒絕耶穌 拒絕神 但是耶穌的心態是甚麼呢 他真的很美麗 大家一起讀一下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你嘗殺害先知 你用石頭打死那奉叉燃到你子女來的人 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 好象沒有雞把小雞聚集在此房底下 指示你門不願意 其實耶路撒冷真是很大問題 他多次殺害先知用石頭打死那奉叉燃到子女的人 其實真的一直拒絕神 但是神依然是怎樣呢 他又說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 我多次聚集你 願意聚集你好像沒有雞聚集小雞肉 神依然是想聚集他們 神就不是說 我拒絕你 我永遠拒絕你 神永遠都是拯救的 神是一個折立的神 很美麗 其實甚麼都很美麗的 我剛剛認識一個弟兄 在這裡附近 他有個機構 那這個機構是做甚麼呢 是專門做一些從自然界創造正名神的一些影片和材料 他們都去宣傳的 那我今天呢 今早我看了一些我真的覺得很好的 他就講到鳥仔 那我第二天有機會再跟你說 真是他裡面的構造真的很奇妙 他就講了一種小鳥仔 他說怎樣呢 他由北極 當北極很冷的時候 他又飛去南極 我怎麼搞的 哇 飛這麼遠 然後呢 每年呢 然後到南極冷的時候 他又飛去北極 這樣來回 他每次來回是七萬公里 他一生這個鳥仔飛多遠呢 地球去月球來回三次那麼遠 有一隻這樣的鳥仔 變成說到 世上的神創造這些 那麼多的鳥鳥 很多的生物 真是很奇妙 我們的神真是很奇妙的神 但是神最奇妙不是這些 神最奇妙就是他的聖結那種美麗 將來你去到天堂見到那種美麗 你就說 神啊你真是這麼美麗 這麼美好的 我們就會歡喜神 我經常都喜歡神 我看到自然界我喜歡神 我看到神在我身上的作為 我又喜歡神 神的聖結很美 去到天堂你要發言 啟示錄22章3節 一起讀 以後再沒有就在有 啟示錄22章20章4節 神也差略貪圓一切的眼淚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哀哭 疼痛 因為以前的事都過過了 在天堂再沒有咒作 沒有眼淚 沒有死亡 沒有悲哀哭 疼痛 所有一切不好的事都過去 在那裡完全開心 那裡就是完全跟從神的聖結 其實我們今世可不可以呢 其實可以的 有些人說不行的不行的不行的 我每天都要不開心 很多煩惱 其實我們可以選擇 經常想到神的恩典 經常活在神的恩典裡面 神的喜樂裡面 你可以每天都感激神 多謝耶穌 你也要喊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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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 神的喜樂可以淋在身上 謝耶穌說 我都沒試過 你沒試過這樣喜樂 好嗎 為什麼會這麼開心呢 這件事我們中間都有人經歷的 就是神的喜樂可以淋在我們身上 是很好的 神是真的很美麗的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天堂就是沒有罪 所以這麼聖結 天堂就是沒有罪 它有愛和沒有罪 所以這麼美麗 我們的家庭 可不可以向這個目標去呢 我們的內心可不可以向這個目標去呢 其實可以的 不要說不可能 我想問你 這一陣子 你可不可以 我想著耶穌 我可以因為耶穌而歡喜 可不可以 感激耶穌 哈利路亞 這一陣子可以 一陣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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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過一陣子可以嗎 每一陣子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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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每個都可以 活在愛和聖結 是可以的 是可以處理到的 我們不會完全的完美 但當一日有罪 立刻處理 立刻時時都是 愛慕神夫 我們在神的時候 神是很喜歡的 他見到這樣的生命 他很喜歡 他一定會祝福你的 在天堂裡面 人不會再有偏見 排積怨恨 如果在地上有個基督徒 曾經生氣過你的 上到天堂 他不會還在那裡 歪著臉 他會見到你很開心 會跑過來 你完全沒有任何解體 完全接立我 在天堂再沒有任何的拒絕 這就是天堂的美麗 其實我們基督徒可以追求 但很多基督徒 他們對於聖結不明白 所以他們就覺得 基督徒很難完美 做不到的 不行的 這種其實是一種大話 其實聖經講到 非聖結 每一陣子見主 就是我們可以活在聖結 可以真的在地上 我們可以處理的 你生氣一個人 是不是可以處理呢 可以處理的 我們就放下這些怨恨 求主赦免去處理 讓我們活在聖結 還有呢 在天堂裡面 人真誠彼此傷害 是真誠的 再沒有任何的 任何的解體 如果在聖結裡面 我們的家庭和教會 和你的內心 都可以充滿愛 其實絕對可以的 一步步可以醫治 有時候有很多地方 是需要醫治 我們的內心 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教會 都需要醫治 我希望這裡 就越來越多愛 我們感謝神 當我見到每一次 我們有弟兄姊妹服侍 我真的覺得很好的 每一次那些弟兄姊妹 怎樣去幫人 怎樣去輔導 為人祈禱 他們經歷到神的幫助 他們又幫助其他人 我真的覺得是很美麗的 是真的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美 何等一事 就是他們被神改變 我希望呢 我們興起 每個人都是這樣 在這個地方 在周圍的地方 去到周圍的地方 都這樣服侍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充滿愛了 在這個地方 也都充滿愛 不要有任何的牌跡 任何的牌跡拒絕 有任何人不好的 我們不要介意 不要讓牌跡停留在那裡 有任何人有罪 他願意悔改 我們就歡喜快樂 就不去計算他的樂 神的聖結 神的聖結 我們就知道他很美好 他有一定赦免 還有他答應一定會做 這件事就令到我們有信心了 這裡有個圖畫 拍燈鍵 除了你的燈鍵壞了 如果不是正常的時候 你拍燈鍵的時候 那些燈會不會說 今天我想想開不開燈呢 今天我不開了 我決定我情緒化 我不開燈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是不會的 燈是會 你一開 他一定會開 但是神呢 就好像跟從一個燈鍵一樣 他是永遠會跟從他的法則的 只要你真心 是真心悔改 認罪求主赦免 他一定赦免 神是不會有例外的 其實我在網上看的時候 看影片我看到有些人 那個人是 其實是拒絕神的 但是到他臨死的時候 那時候他覺得死亡來到 他就說 神呀 赦免我 那神真的赦免我 他真的去到天堂 不過神就叫他下來 那是很奇妙 就是說 其實他不是全面性的 走上神的路 但是一會兒 他就說 神赦免我 神就會跟從他的法則 你求主赦免 他一定赦免你 我一起讀一下 《光龍道後書》一章二十節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事的 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的 叫神因我名得榮耀 就是神答應的事 無論有多少多少都好 在基督裏面 到時是的 都是一定是的 藉著他可以 都是實在的 叫神得榮耀 就是神答應了 祂會祝福我們 神會和我們一起 神會充滿我們 神會加力給我們 神答應了 神一定做 而且很重要 就是我們 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 是罪洗淨 我們一切的不然 有幸福音 一書一章九節 就是神一定赦免 當我們認罪的時候 神一定赦免的 還有神是不善變的 雖然這個世界很多的變化 但是神是永不改變的 《雅各書》一章十七節 在他並會有改變 也會有轉動的影耳 它不像太陽 太陽你去到西斜的時候 那個影就去了那邊 早上又在另一邊 神是沒有轉動的影耳 他的影是不會轉的 一起讀一下 神跟著他的話語行事 神不會一時一樣 他跟從他的話語 他說了是這樣 他會跟著他做 他不會一時一樣的 CB五十一篇十七節一起讀一下 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神啊 憂傷痛苦的心 你必不輕看 神說了就是一個憂傷痛苦的心 你的心裡為罪憂傷 神是不會輕看的 憂傷痛苦的心 有些人認罪是這樣的 他覺得我認罪 他沒有改也好就搞定了 其實這個觀念是錯誤的 認罪的意思不是說你怎麼認罪 而是有憂傷痛苦的心 那我是親自接觸過一個這樣的人 其中一個我們認識的人 他的親戚 一個女仔 年輕的女仔 就認識一個男仔 這個男仔呢 這個男仔我沒有 他沒有接受我的輔導 但這個男仔做什麼呢 他原來有幾個女朋友 而有很大可能性 這個女仔都說 他呢 是跟這女朋友 是有性關係 但這個人呢 居然在教會裏面侍奉 當我知道的時候 我就跟我告訴我 聽那個姐妹說 我說這件事一定要阻止 雖然這個不是我們教會 但如果他這樣做的時候 他一定要阻止 那他呢 結果是向這個 牧師告發這件事 就是告訴他 他有個女朋友 並且 他跟這個女仔 拍拖的時候 他都一直想跟他有性關係 而他呢 一路認而有另一個女仔 就是一樣是保持 拍拖這個關係 那這件事 真的看到很明顯的欺騙 但是這個男仔很生氣 當他被告發的時候 他很生氣 他說 我應該向神認罪 不需要再告發給牧師聽 他就覺得 我認了罪呢 一切就解決了 這件事是未解決 他是需要改的 他不只是認罪 還有他得罪這些女仔 是需要處理的 個個已經跟他有性關係 是需要處理的 就是他又跟著去相對二個 這些就是覺得 罪是認罪 認罪的意思是 不是這樣認罪 這樣的認罪 是沒有射臉的 因為他沒有真正的 恨會這個罪 離開這個罪 這樣的認罪 不是真的認罪 真認罪是 憂傷痛快 這個是得罪神的 是很嚴重的 我要真心離開這個罪 才是真正的悔改 是憎恨罪 所以其中的鑰匙神給我的悔改 是要憎恨罪才是真正的悔改 如果一個人仍然繼續犯的時候 他認罪是 可以沒有射臉的 為什麼 他不是真心的 神說你不是真心悔改 你還繼續犯 這樣的時候 你是不得射臉的 那我們對於神的態度 應該怎樣呢 歡喜神的慈愛和聖結 又喜歡他的慈愛 又喜歡他的聖結 喜歡 神啊你每一項都好的 我希望大家都想到神 神啊你慈愛真的好 你又是聖結 你沒有罪又真的好 因為神的聖結是很漂亮的 於是就整天愛慕神了 又活出神的愛和聖結 這個就是神想我們做的 就是說 喜歡神的慈愛和聖結 又活在他的裡面 又在那裡享受神 又感激神 這樣的時候 神是會說 這個人呢 是我喜悅的 他活出我的聖結 還有我們需要神的義婆 耶穌的義婆 和活在聖結 這兩樣是不同的 一個是神給我們的聖結 一個是我們活出的聖結 我再說一次 基督徒的聖結有兩樣 一個是耶穌將他的義婆給我們 這個呢 就在以賽書內一章十節那裡有講到的 他說呢 以公義為婆給我們披上衣 以救恩為衣給我們穿上衣 以公義為婆給我們披上衣 以公義為婆給我們披上衣 好像新郎戴上華冠 又像新婦佩戴裝飾 就是呢 有一個義婆呢 穿在我們身上 這個義婆呢 不是我們的 是耶穌的 那麼神看我們呢 就好像耶穌那麼好 就是神看到我們 我們個個 哇你很聖結啊 就是神會看到這個耶穌的義婆 但是聖結 在啟示錄也都講到 基督徒所行的義 當我們見神面的時候 我們都有基督徒所行的義 就是我們自己所遵從神呢 神看到呢 是喜悅的 所以這裏見神的時候 我一起讀希伯來書十二章十四節 並要追求聖結 非聖結 沒有人能見主 這裏講到是兩種聖結 第一種呢 就是有耶穌的聖結在我們身上 耶穌的義婆在我們身上 就是耶穌所行的義 披戴在我們身上 第二呢 就是我們活在聖結 我用一個例子 如果一個人說 他說我求主赦免我 不過他繼續犯罪 他繼續得罪人 甚至繼續和人有性關係的時候 他能不能和神有正常關係 是不能夠的 是污衛的 所以這個呢 我們要明白 就是我們要見神 和神有相交 一定是有耶穌的義婆 並且活在神的聖結 那你說如果我活得不夠好 怎麼樣 那就求主赦免 跟著求主幫我們改變 認罪 憎恨罪 並且處理罪 這個就是個鑰匙 好了 基督徒不活出聖結 會有什麼後果呢 就是損人害己 不是損人利己 沒有利己 是損人又害己 那怎樣呢 這個字呢 我在網上抄出來 怎樣幫助青少年 面對色情氾濫 和性的沉溺 其實這個社會 真的很多很多這些污衛的東西 其實很多這些漫畫呢 是包含了很多這些色情 很多的同性戀 很多這些不同的問題在裏面 所以其實電視都是這樣的 就是電視都有很多反叛 對父母的反叛 這些都是傳遞給下一代的 其實都是很傷害人的 或者人的情緒 所以就算人家不好 我們不需要因為他而煩惱的 我們煩惱我們就被污衛的了 我們煩惱呢 裡面就沒有起落的了 所以我們活在起落 或者貪錢 或者人與人之間的怨恨 或者驕傲 或者控訴人 或者被控訴 控訴人又是傷害人 被控訴又是傷害自己 經常都說 哎呀我犯很多罪 我污衛 又是傷害自己的 所以我們知道任何的罪 都是不好的 很多人以為罪 就是那些得罪人 那些就沒有想到 得罪自己都是罪的 就是我們想到一些污衛的東西 煩惱 不開心 激怒怒 都是一樣是傷害我們的 那什麼是罪呢 我們一起讀一下 第一 不親近神 與神關係有問題 第二 犯任何神的革命 第三 沒有活出神的聖情 第四 沒有榮耀或者是奉神 即是說呢 第一 與神關係先 沒有親近神 或者與神關係有問題 已經是罪 不是只是做事出來 總之與神關係是不好的 對神有抗拒的 埋怨神的 對神負面的 這都是罪的 第二 就是犯任何戒免 聖經所吩咐的戒免 還有沒有活出神的聖情 即是說 神的聖情就是充滿喜樂 平安愛的 關心的 又禍謙卑的 當人沒有活出這個聖情 都是罪 即是說這個人 不開心 哎呀 煩惱 哎呀 很多問題 都是罪來的 即是不只是要得罪人才是 自己的煩惱都是罪 還有沒有榮耀神 或者是侍奉神 都是一樣是犯罪的 即是當他沒有活出神的 因為神的聖 是怎樣經常祝福人的 見到人就想祝福人 想關心人 這個就是神的聖 來的 沒有這樣的時候 也是罪的 無罪一身輕 是不是 真是無罪一身輕 我也想分享給大家知道 我很多年之前的時候 我真的 曾經被罪捆綁 真的覺得 唉 不開心的 那時候我就開始發現 未犯罪就會想犯罪 犯罪是很不舒服 很不開心 裡面有一種內疚 那時候我就開始說 我真的不想再在內疚 我要憎恨罪 我要拒絕罪 而當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就更加大的動力 就是說 一有罪的意念 立即處理 我發覺真的可以處理到 我真的發覺 無罪一身輕 一有些什麼 想過一些負面的事情 總之任何的不好的事情 或者生氣過某個人 我心就很不舒服 我真的不想這種狀態 我真的覺得 現在的事情輕輕鬆鬆 真的很開心 好了 無罪一身輕鬆一齊 內心沒有內疚攻擊 第二 家庭、教會、相愛和諧 得人或神的喜悅 生命被神發揮 就是全面性的發揮 內心沒有內疚 真是好了 輕輕鬆鬆 家庭和教會都彼此相愛和諧 有些人在教會或家庭 有時有些生氣了某個人 其實是很辛苦的 如果有辛苦的時候 他就不是一身輕的了 任何一種罪 他一定會搞我們的 即是說 你生氣某個人 就會搞你 雖然那個人很壞 譬如上班有一個人很壞 你見到他就生氣他 這件事就破壞我們生命了 我們又得到神和人的歡喜 生命又被神發揮 所以其實無罪一身輕是最好的 好了 我們對於處理罪很重要的技術 神是不可以輕看的 我想問大家 如果你去到法庭藐視法官 有甚麼後果 有甚麼後果 藐視法庭罪是可以被判監的 是刑事的罪 如果法官你藐視 或者你去到一個警察 你罵他 侮辱他 是否犯法 是的 因為你侮辱人是犯法的 即是說 你會不會走去侮辱一個人 去傷害他 我們尚且不會 何況是神 神是不輕慢不得的 教徒太書六章七到八節 不要自欺 一起説 神是輕慢不得的 人重的是什麽 修的也是什麽 信若情欲殺重的 必從情欲修敗壞 信若聖靈殺重的 必從聖靈修永生 神是不可以輕漢的 哪個人你輕漢 哪個人輕漢 我都不可以輕漢 人都不可以輕漢 動物都沒有輕漢 都是神所做的 不要見到動物又弄一下它 搞一下它 弄它不舒服 其實動物都是神所做的 我們曾經有一個人這樣寫 他說 基督徒有個貓狗測試 如果你周圍的貓狗都不喜歡你 你不是一個好的基督徒 但是貓狗都喜歡你 你都起碼有這個基督徒的表現 神是輕慢不得 我們對人 對動物都是有一種尊敬 植物都是的 不要隨便撕爛那些植物 不要拿到花 我見到那些人去拍照 在大陸那些是常見的 那些樹枝 拍下來拍照 但接著就斷了 它只是為了它一幅照 但它不覺得這棵樹是寶貴 我見到這棵樹 我覺得很寶貴很漂亮 但它不覺得它會輕漢這些 神是輕慢不得的 因為你種什麼就收什麼 信若情慾殺種必從情慾收敗壞 就算一樣的情慾都會收敗壞 不是只是犯大罪 小罪一樣會收敗壞 所以有小罪我們就求主寫命 有大罪更加嚴重了 順著聖靈殺種 就從聖靈收永生了 這就是主 還有犯罪是被魔鬼留地獄 它就會入侵的 有很多人在這個情況 就是犯了罪 發覺有邪靈的攻擊 發覺有邪靈的搞妖 或者它沒有處理罪 它跟別人接觸的時候 邪靈傳遞 其實邪靈傳遞的方法可以很多的 當一個人有邪靈的時候 它可以透過性關係接觸 甚至可以透過普通的身體接觸 甚至有時候 如果這個人在邪靈身上 按摩都可以傳遞邪靈的 因為他身上有邪靈可以傳遞 所以這些一切我們都要小心 你要祈禱保護 如果你真的身體需要去按摩 其實有個地方可以介紹 Teddy哥那裡 他是經歷性靈改變 他有個地方是用電療的方法 也有推拿的 他們那群是基督徒 那些就健康一點 因為你找非基督徒 如果你身體上有需要的時候 是可以 如果他身上有邪靈 是可以傳遞邪靈的 因為手腕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我們祈禱可以傳遞聖靈的工作 但是如果他有邪靈 都可以傳遞 其實在異教他們都有這個方法 例如我聽過在非洲有些巫師 他用那些馬尾 他用它來把那些血放上去 獻給魔鬼 那些馬尾會帶著能力 打人的時候是會有病 或者是盲或者是死的 就是身體接觸是可以傳遞邪靈的 所以我們知道這件事 那些是一部分 犯罪就更加會被魔鬼留地步 以不所輸寫二十六到二十八節 生氣卻不要犯罪 不可含露到日落 也不可吸魔鬼留地步 從前偷屍的 不要再偷總要努力 這裏講到就是發怒 這裏的意思是不要說 這裏的意思不是說 你生氣就一定是沒有犯罪 其實生氣有義路 不過義路我們要分清 神真的有義路 他因為罪人的罪而發怒 基督徒有沒有義路呢 有 不過基督徒的義路 周時有混合自己的激氣 這樣的時候都是犯罪的 這個經文就說 不是說生氣本身沒有罪 而是說生氣的時候 你不要犯罪 就是可以有罪的 所以其實最好不是用生氣的方法 是用柔和謙卑的方法去幫助 不要含露到日落 這些是會被魔鬼留地步的 接著就說不要被魔鬼留地步 你就會讓他進來 就好像阿拉伯故事 有個帳幕 那隻駱駝呢 首先是伸腳進來 伸腳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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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腳進去 魔鬼就會這樣 他真的會進來 將你整個人的生命破壞 我們也認識一些人 他情緒受影響 人際關係受影響 他無法上班 他跟人有問題 他越長大的時候 整個生命是完全破壞 這樣的時候 我們真的覺得很可憐 有些人呢 他一六年多大的時候 他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被魔鬼搶走 如果這樣的人物 我們都會幫他醫治 不過他醫治過程 都需要時間 不是那麼容易那麼快醫好 是需要時間醫好 所以你的生命 越不給魔鬼留地步 越是在神的裏面 經常有神的愛 經常關心人 你的生命被建立 你就一步步被提升了 然後偷竊的 不要再偷竊 前後文都是說到不要犯罪 這樣的時候 就不要給魔鬼留地步 就是犯罪給魔鬼留地步了 有幸福福五章十四節 就是講到三十八年病患的人 耶穌跟他講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就是犯罪會令到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更加辛苦 即是犯罪是會受苦的 一起講 犯罪是會受苦的 犯罪是會受苦的 犯罪是會受苦 神是會管教犯罪的時候 這個人是誰呢 就是大衛 其實大衛始終都是神所喜悅的 當他悔改之後 神都是喜悅他的 但是大衛受了苦 他被他的兒子追殺 和這個兒子殺了他很多其他五十個兒子 其實他自己受了苦 一起讀這個《那丹仙》才知道他講的 你為什麽藐視 或者明靈行他眼中 眼中看為國的事 你借阿門人的刀 殺害黑人烏利亞 又取了他的妻為妻 你既藐視我 取了黑人烏利亞的妻為妻 所以刀劍必不離開你的家 你在暗中行這事 我卻要在以色列人眾人面前 日光之下報應你 但未對那丹仙說 我得罪耶穌華了 那丹仙說 耶穌華已經除了你的罪 你必不止於死 這裡他說 你為什麽藐視耶穌華的命令行騎 眼中看為惡的事 你借人的刀去殺了這個人 還取了他的妻為妻 神就指責他 他說你既藐視我 你這樣做的時候 刀劍必不離開你的家 你的家就會一直都有刀劍 雖然他是神所喜悅的王 但他居然犯了一個 這麽大的罪 我們就看得到 他犯了這個罪的後果 是神一定追討 神不會放手的 但是神赦免他 他說我得罪耶穌華了 因為他真心 他真心 所以神是赦免他 但是他這個罪是有一個後果的 譬如很簡單說 有一個人他罵了人 他可能認錯了 向神認罪了 耶穌神赦免他 那個人也是搖恕他 不過這件事就留下一根刺 有時他搖恕他 有些人未必搖恕 未搖恕就一直留下一根刺 其實我們任何一樣罪 任何一樣罪都會留下一些不好的事 或者我們生氣過一個人 不喜歡一個人 他知道 那就留下一個不好的後果 第二 我們的心會記得 我生氣過這個人 跟這個人的關係 就會有些阻隔 任何一樣罪都在我們心中 有一種影響力 存留在 也都會留下一種污衛的感覺 所以我們知道 犯罪一定有後果 所以不要犯罪 不要任何的罪 還有呢 欺控神可以帶來神的懲罰 有些人覺得說謊不要緊 在這個新約時代 《詩囊主義》五章三節一起讀 彼得說 阿拉尼亞 為什麽撒但充滿了你的心 叫你欺控聖靈 反而田地的價錢 私自留下幾分呢 田地說沒有賣 不是你自己的媽 既賣了 價錢不是你作主媽 你怎麽心裡起這意念呢 你不是欺控人 是欺控神了 阿拉尼亞聽見者說 就撲倒斷了氣 聽見的人都甚懼怕 這個在新約時代 很多人就把他的屋賣了 然後就奉獻給教會 他就奉獻 留下一點 他留下一點的時候 便問他 為什麽撒但會充滿你的心 叫你欺控聖靈呢 你把田地的價錢 師自留下幾分呢 你未賣的時候 是你自己的 你賣了的錢 都是你作主的 但你這樣的時候 你不是欺騙人 你是欺騙神 當他一聽到 他就撲倒了氣 接著他太太進來 給我問他 你是不是全部錢在那裡 他說是呀 接著他就說 為什麽你要欺騙神呢 即是說 原來講大壞可以很嚴重的 但講大壞 很多人來說是很隨意的大壞 有些人也喜歡用一個說話的 美麗方言 他問我靚不靚 那當然是說靚 那其實呢 我覺得美麗方言都沒有說 那如果有個人問你靚不靚 那你可以說他靚的地方 或者可以說 譬如他展現髮 靚不靚 那你可以坦誠說 如果你的頭髮這樣可能會好些 那你告訴他 是不是這樣 傷了他的自尊 哎呀 我很傷心很傷心 其實都不是的 那下一次他就知道這樣剪是更加好 那就是說 你是不是告訴他 好美好美 那他就會 很開心很開心 這個問題就沒有了 其實他的問題 不如讓他知道真實的情況 但當然有些事 我們不用 我們 講的都是真話 但不需要每一句真話都講 就是這樣 你不需要見到每一個人 哇 很醜怪 我們不需要告訴他 他都沒有問我 我不用告訴他 不用句句話都講出來 就是有些需要講的就講 就是不用見到人就說 哇 你這樣做很醜怪 不需要這樣講的 這些是可以 就是他沒有問我們 好了 還有呢 聖經也都講到處理有罪忠的人 我們知道呢 教會都要處理了 舊約有一個例子 就是呢 在耶利哥城攻擊的時候 神說你裡面所有任何東西 都不可以拿 但裡面有一個人叫阿肝 他就拿了裡面其中一些東西 拿了東西的時候 後來他們就去打仗 去艾成打仗的時候 就輸了仗 他們就很奇怪 他們就問神 然後呢 神就用了一個方法 叫他們 在當日他用的方法 就是抽籤 一路抽到阿肝 就說呢 因為他 偷取了這個 當滅的蜜 所以神就懲罰 那就是說 其實全 他們以死人 全部都一起受災 那同樣 今天都是一樣的 一個人犯罪 是影響教會的 就是譬如我們當中 有人在罪中 是會影響教會的 那你說那我不要回了 我會這麼多罪 我們會幫你 你告訴我們 我們幫你 我們不會小看你 我們就不要說 你不出聲 你不出聲 走到別處 你都是受災禍的 所以不是用這個方法 而是我們去處理 是最好的方法 臨前五章一字 一起讀一下 風雲在你們中間 有淫亂的事 這種的淫亂 連外邦人中也沒有 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繼母 你們還是至高至大 並不哀痛 把行者是的人 從你們中間趕出去 要把這樣的人 交給撒旦 敗壞他的肉體 使他的靈魂在主日 所的日子可以得救 你們這志 是跨是不好的 豈不知一點面孝 能使全團發起來嗎 在這裡說的是 當中有人收了他的繼母 還自高自大 不哀痛 不把這個人趕出去 要把這個人交給撒旦 敗壞他的肉體 但是他的目的 叫他可以得救 豈不知一點面孝 能使全團發起來 就是當中有些罪 可以影響全團 影響整個群體 所以一點的面孝 一點的罪 面孝就是令到麵發大 麵粉發大 放了一些面孝 就整團發起了 就說一些的罪 可以影響全個群體 在馬太十八章 也有說到這個處理罪人 就是當人得罪你的時候 必須和你談 他不聽的時候 找兩三個 然後再不聽的時候 找全教會跟他說 如果他還是不悔改的時候 這個就要看他障礙幫人 就是說當這個人 一直都不肯悔改的時候 就要看他障礙幫人 這個趕出去 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有些真的就趕出去 有些情況真的需要的 譬如有些人 他進來就追女生 進來搞女生的時候 這個人一定不可以 讓他停留在那裡 但是我們可以在外面幫他 他願意接受幫助 在外面幫他 讓他不要進來找女生 處理好了 我們讓他回來 當他悔改的時候 就是真的有些罪 也有牧師認為 如果他的罪 有些情況他們會容許他留在那裡 不過他就不可以領勝参 不可以行使他會友的權 這個是不同的處理方法 不過聖經來說 就是當這個人這麼大的罪 他又不肯悔改的時候 他要將他趕出去 但是目的是他悔改 他悔改就可以讓他回來 希望大家明白 就是教會是需要聖結的 因為其實很多人去到教會 他們怎麼說 那些人又不理睬我 又不關心我 又跟我說一些負面的事情 其實這些是需要處理 又不是說這些人 全部趕出去 而是需要教導 真的有這種情況 是教會需要處理 不可以由得他的 好了 情慾的事 這裡我講到不同情慾的事 是不是那些情慾 加拉太書五章十九節 是不是那些情慾 基督徒一定沒有犯呢 不是的 其實有很多基督徒 都會有這些問題 奸淫 可以讀黃色的部分 奸淫 有些人烏畏邪蕩 拜偶像 仇恨真敬 忌恨老奴 跌黨紛爭 疾到醉酒謊言 即是說 當人沉迷在任何罪裏面的時候 最下面黃色一起讀一下 行者用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很嚴重 就是不能承受神的國 是不得救的 即是活在繼續在罪中 有些人說 他犯一罪求主赦免就可以了 他真心悔改 他犯這罪 他真心悔改 是可以得罪免的 不過 如果他 一直說求主赦免 然後繼續犯的時候 他是可以失去救恩的 有些情況 我們不能夠判斷 他是否得救 不過是有危險的 如果人是活在這種情況 我想問 人有沒有疾到 會有時比較 競爭 這些全部都可以帶領 是後果的 奸淫和污衛的分別 奸淫 可能有性的關係 污衛 即是說 他的行為是污衛的 是不潔的 他可能沒有行這個奸淫的行為 但他是不潔污衛 所以譬如 我會這樣勸告 有些人拍拖 他就認為 跟電視 跟電影 拍拖 很快就擁抱 很快就很親熱 甚至去摸他的身體 這些其實都是屬於污衛的 因為其實 當他做這些的時候 是對他有任何性的刺激 其實已經 總之過了界 就已經造成破壞 已經是污衛了 其實有很多基督徒是會這樣的 他怎樣呢 他怎樣呢 星期日回來闊軌 然後星期日 或者星期日晚就去拍拖 拍拖的時候他又污衛了 然後整個星期都在污衛裡面 然後下星期日回來又闊軌 其實這種情況 真的令到很多基督徒 是很辛苦 拍拖也是很辛苦 怎樣呢 沒有什麼喜樂的 其實 一拍拖就是親熱 一拍拖就找房間 找個地方去親熱 接著就 整天都在內疚之中 其實是不明白要神的 所以 我們當中如果是有 將來拍拖的 現在 總之進入拍拖的 我們都知道 神的心意是 我們是活在聖結裡面拍拖的 那你說這樣沒有什麼樂趣的 其實 在未結婚之前 這樣的性關係 不代表 或者很親熱 不代表他以後的婚姻是好的 其實他建立一個好的關係 溝通好的關懷 好的溝通認識 跟從神的方法 跟從神的方法 其實我的文件 講到基督徒拍拖 最好一點 是求神的帶來 不是自己面對 因為神為你預備 走不掉的 自己勉強 是只有受苦的 走神的路 尋求神的心意是最好的 所以我鼓勵大家 或者你所認識的人 勸導他們 在戀愛的時候 不要先用感情帶先 是神的心意帶先 有些人 我如果沒有耐性 等到神的心意 你沒有耐性的時候 你的結果就是受苦 之前都說 一定犯罪受苦 好了 怎樣活在神的聖結 和戒命之中 這幾個是動力 一起讀 深信神愛自己 珍惜神愛自己的生命 常親近神 就有神的聖情 深信罪必有破壞性 就是第一 我們怎樣有動力呢 就是我的生命很寶貴 神很愛我的 神又看錯我的 我珍惜神 又珍惜神給我的生命 神又親近神 就有神的聖情 有神的動力 有深信罪的破壞性 這個就是幾個動力 就是神愛我的 我很寶貴的 我親近神有力量 我的生命是可以發揮的 犯罪一定破壞的 神給我一個這樣的圖 很簡單的 可以提醒大家一起讀 神長官一齊 無人能逃脫 我們走不走得脫神的手 你走不走得脫法律的手 在這個社會很難走得脫法律的手 現在 為什麼呢 你一出境就已經被人知道了 雖然有少數的人可以走得脫 不過其實走得脫 他又很辛苦 神的手可不可以走得脫呢 走不脫的 右邊就是親近 一起讀 親近遵從神必蒙福 侍奉神必得賞事 然後左邊 不親近不遵從神必有破壞性 不侍奉神必有破壞性 其實很簡單的 你親近神 遵從神一定蒙福 侍奉神一定有賞賜 然後不親近神 不遵從神一定有破壞性 不侍奉神一定有破壞性 或者甚至失去救恩 其實很簡單 我們走神的路 就應該選擇這一邊 但很多人覺得 我會走得脫神的眼 等下先退休 我當時先要愛神 等我現在 我現在在拍拖 你等我享受一下 先拍拖 第二先 其實拍拖是可以 很聖結而享受的 第一就是神掌管一切 沒有人能夠走雞 沒有人走得脫 網捕魚 那些魚走不走得脫 走不脫的 又在網裏面 神掌管一切 沒有人能夠走得脫 詩篇二十四篇一節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 都屬於我 全部都水至山 沒有東西能走得脫的 啟示六二章二十三節 我是那賊漢人 肺腑心腸的 並要照你們行為報應你們各人 神掌管一切 祂說了報應一定報應 不能走的 第二信靠親人神一定無福的 我們就這樣讀黃色的部分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 我們請求神的國一定加給你 尋求耶穌的什麼好處都不決 還有我們給人 神就將很多給我們 連搖大岸上尖下流 倒在我們的懷中 你聽神的話一定無福 神就給我這個得性報告 讀黃色的部分 留意破壞性 聖經處理 親近神 選擇順目 其實這是神的方法 這個方法 我就抄了神的方法 神就沒有說有copyright的 沒有版權的 我們可以隨意用的 你有否留意 聖靈提醒你 首先 令到我們留意到罪 然後 你就知道那件事不對 得罪神 有破壞性 然後聖經處理 聖經就說 不要生氣人 遙說人 看虛人 關心人 然後親人神 神幫我幫我 然後我聽話 不過很多經徒經歷了 幾多 不知道幾多次 才開始肯聽話 我希望大家一有 立即就聽話 這樣就很快得勝了 在現在來說 我一有這些罪意念 立即就處理 一起讀一下 再讀黃色字 留意 破壞性 聖經處理 親近神 選擇順服 記不記得 這五樣 我們再讀 好嗎 第一 留意 第二 破壞性 聖經處理 親近神 選擇順服 其實很簡單的 有 一、四、五下 這個就得聖三部曲 留意到 接著就親近神 選擇順服 因為這個你知道破壞性了 聖經處理 知道聖經了 那你立即就處理了 是奉神必得賞辭 讀黃色的部分 沒有在今生不得百倍 在來世不得永生 當我們為神揭下這一切 今生得百倍 來世得永生 然後 你這有良善 有忠心的服人 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不單止將來 神現在都叫我們享受 好了 罪呢 一定要怎樣呢 這才讀的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還有呢 犯罪是怎樣呢 必從情慾 收敗壞 一定是收敗壞 任何一個罪 一定是有敗壞的 不結果子 是有破壞性 或者甚至失去救恩的 又惡 一起到黃色的部分 又惡又懶些服人 是怎樣呢 雕在外面 黑暗裏 哀哭切齒 這個就是 那一千兩個人 埋藏的地面那個 就是馬太二十五章 那裡 三個比喻 末日的比喻 跟著呢 下面又怎樣呢 就是念陽山陽的比喻 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一起讀 不做在我者弟兄中 一個聚事的身上 就不做在我身上 就往哪裏 永迎 即是說 人可以是不得救恩的 當他沒有侍奉神 我們不是靠侍奉神得救 我們信靠耶穌得救 不過你真信靠耶穌 我們就會有什麼表現呢 我之前講過六樣 記不記得 繼續悔改 信靠耶穌 親近神 愛神 遵從神 適奉神 適奉神 分開三個類別 就是和救恩有關的 就是悔改 信靠神 關係有關的 就是親近神 愛神 然後呢 行為有關的 遵從神 和適奉神 活在神的愛中 和聖結是很有福的 是真的 是整個生命提升的 而在教會裡面呢 教會的圈子 是有不同層次的人 在最低層次最多的 就是與神關係有問題 經常都軟弱 經常都有煩惱的 然後呢 專注於自己的需要的 然後再上呢 穩定參加教會的人 然後再上呢 有結果子的 有委身結果子 又最高的是怎樣呢 一起讀 處理生命 策略 盛事逢 就是說呢 他會處理他的生命 他會有策略的 其實我們可以 服侍主 服侍人 祝福人 我們有策略 可以幫助更多人 整個生命就被提升 那時候呢 活在聖結是最好的 但是很多人 就在罪中糾纏了 是沒有力量 並且很辛苦 那我們其實 各個人都可以 給神大大的提升 一路 被提升到一個 更高的層次 在這一陣子我們一起低頭蜜土 我想大家反省一下 首先反省的是什麼呢 我們想到神的時候 會不會想到他的慈愛 和聖結都是很美麗 你說神啊 你的聖結真的很美麗 我想活在聖結裡面 你都想到我們的罪 我們的污慰 我們就求主赦免 求主耶穌洗淨 我們一切的污慰 我們就憎恨這些的罪 如果我們生活裡面 有生氣一個人 怨恨某一個人 生命裡面有污慰 有邪蕩 有奸忍 有看小人 浪費生命的 在這一陣子我們求主 賜給我們一個真心悔改的心 真是這些罪 神啊 我真是這些罪 我不想這些罪破壞我的心 我給大家一些安靜的時間 大家反省一下 教訓 神下你的聖結真是美麗 神真聖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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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你真聖結 神下你的聖結 因為你活在聖結光明裏面 完全輕鬆 無罪一身輕 就算我們犯過嚴重的罪 重複的罪 在這一陣子我們求主赦滅 耶穌求你赦滅我們 我們就深信聖經講的話 神是一定赦滅的 一定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神一定赦滅我們一切的做 主耶穌求你幫助我們 放下這些罪淡 憎恨罪惡 轉離我們的惡行 離開我們的惡行 行在神的聖結 或者有些人 經常都煩惱 都是罪淡 在煩惱 埋怨 軟弱的裏面 求主耶穌求 結席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活在神的聖結裏面 多謝天父 讚我天父 感謝天父的大恩 主耶穌求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是聖結的神 你是美麗的神 你是充滿慈愛的神 在神裏面我們就有平安 有喜樂 有力量 活在聖結裏面我們可以經歷神的同在 亦都可以滿有神的平安興散 多謝天父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活在聖結之中 走在聖結裏面 時時愛神、愛人、關心人 在心裏面處理任何的污慰 任何的不潔淨 讓我們時時以神為念 以神的事為念 並且關心人、祝福人 這樣的時候 我們一直走在神的路上 多謝天父 主要我們當中有人 如果是被罪困擾的人 求主結席 求主幫助我們真心爭恨這些罪 我們都 有聖靈的人都一定會感覺到犯罪很辛苦 我們就爭恨這些罪惡 我們就走在神的聖結裏面 求神你結席我們的生命 也都追求聖結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榮耀重贊歸給你 Hallelujah 求主加給我們力量 也都賜給我們這個輕省的心 因為憂傷痛苦的心 你必不輕看的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 信神 公義必要捨滅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的罪神 我的生命的不義 多謝天父 有你真好 我會